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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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 新约人物的默想系列 在今天我们还是要继续在找寻 两个特别的人物 这两个特别的人物 他们用一生的时间来等候神 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西面跟亚拿 这两位老人家 真的是用了非常漫长的时间 在等候神 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 学会思考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 什么是上帝让人等候这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坐在上帝的等候事里头 等候成就一些事情 那是一件怎样的事情 这里头有非常多可以来学习的 另外就是跟等候非常直接有关系的 就是盼望 基督徒其实如果没有盼望 是没有办法这样的来等候的 而一个能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盼望的人 他在等候事的里头 其实不是愁苦 而是会带着喜乐的盼望 那圣经里头有几个非常著名的 用信心用盼望等候的例子 而且都时间还蛮长的 第一个我们可以来提到的就是约瑟 那就是这个旧约里头做了宰相的约瑟 他大概从青少年 十几岁的时候 一直到他三十岁做宰相 他终于从最深的黑暗里头 翻转起来了 成为整个全家的一个 甚至于是整个 当时候的世代的一个救赎者 这样的一个漫长的上帝预备他 以至于成为一个救赎的亲 大致上几乎至少有十几年 如果他是十六岁被卖 他三十岁做宰相 其实就将近有十三四年的时间 而摩西呢更是我们知道 他用了四十年在旷野 那是非常长时间的等候 亚伯拉罕 当他离开 他的本族本乡 一直到神应许给他 那个应许之子 就是以撒的时候 他一百岁 其实当中有二十五年的时间 而大会从被宣告做王 到真正的 真正的进入到他掌权做王 那真的又是一个 非常漫长的一个时候 所以等候本身 在圣经里头充满了 这些美好的例子 那因此 其实等候这件事情 不是没有难处的 尤其 如果我们不知道 我们到底在等什么 凭什么 你要继续地这样等下去 是什么在支持 我们的信心 克服我们的怀疑 那当然我们刚才 所提到的这些 这个旧约的人物 无论是约瑟 无论是摩西 无论是大卫 其实呢 特别是在亚伯兰的身上 他其实是用了 非常多的理性 跟人的方式 来面对 来胜过 许多的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 所有的信心的伟人 其实 在等候这件事情 成为了 一个 没有指责的 或者是成为了 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那神为什么要把人 放在等候事里头呢 神为什么在跟我们 这个 给我们应许的时候 或者说是在我们 信仰之路的里头 常常是让人 有这样的一个 一段 或长或短的等候呢 所以事实上 我们可以知道 信心这件事情 其实 不只是一种想法而已 信心基本上 是锻炼出来的 因此 等候事里头 正是一个 你可以说是一个 信心的健身房 他在锻炼我们 信心的肌肉 所以今天我们 要来看的 路加福音的第二章 特别是从21节之后 我们看见 亚拿以及西面 他们用了一生的时间 来等候神 那亚拿从他结婚 只跟他的丈夫 过了七年 他的丈夫就过世了 那圣经记载 他看见 尼赛亚 耶稣在圣殿里头的时候 他已经84岁了 所以这么漫长的时间 以至于西面说 我终于可以安然过世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些人成为我们非常好的 这个等候的一个榜样 也许我们可以回想一看 看看我们自己 就是我们在等什么 神在让我们等什么 而这当中我们学习的情况 是怎么样呢 那我们以此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不需要担心 我们会一直被放在 上帝的等候事里头 神忘记我们 神不会忘记我们 可是在这个等候事里头 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让神做神 也就是让神用他的时间 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 或去催促上帝 所以当神把我们留在那里 其实神是有新意的 神也最后会让我们 去成为他所要使用的一个见证 所以我们再一次的 透过他们的生命里去明白 到底世人在等候什么 这整个世界该等候的是什么 而当时候这两位神所使用的 有信心的人 他们知道他们在等候的是什么 所以圣经里头其实就告诉我们 也让我们思想一件事情 就是到底什么是盼望 如果一个人在等候的时候 没有盼望 他是不可能等得下去的 或者是如果我们的盼望 其实是从人自己所认知出来的时候 那很可能是一个false hope 也就是是一个虚假的 错误的盼望 所以什么是圣经当中 所说的那个盼望呢 那因此我们可以理解的 可以来学习的就是 盼望当然它会是一个 强烈的一个渴望 在这里头有一个强烈的意愿 而它不是一个一般的 一种泛泛的空想 它不只是一种愿望而已 它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念 就是它知道这一定会实现 人常常会有非常多的wish 我们期待 我们希望明天更好 我们期待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什么礼物 我们期待明天的天气 我们期待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都是希望 人可以有非常多的期待 人可以有非常多的希望 可是我们常常是不确定 它会不会发生 我们只是希望事情会好转 我们希望很多的事情 可是盼望不一样 圣经所说的盼望 其实是一个确信 深知这件事情必然会实现 所以如果你这么有把握的时候 那个等待 那个盼望 是欢愉的 是感恩的 是用一个非常正面的态度 来面对未知 来面对未来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确信的成分 特别我们可以从 罗马书的五章 五节的里头 因为这样的一个盼望 是圣灵把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头 以至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热切的确信 因此我们就知道 这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可念 在基督徒的经验的里头 盼望代表的就是一个 对于未来的一种确信跟把握 以至于它不会落空 那因此我们就可以来问 那凭什么基督徒的盼望 都不会落空 一般人我们的期待 或一般我们自己的期待的时候 那却不一定那么有把握呢 那我们就要来说 到底基督徒的等候 基督徒的盼望 不落空的条件是什么 它背后需要站在 怎么样的一个基础的上面 才能使我们期待的 不会落空呢 那因此我们要说的 就是基督徒的盼望的一个属性 它的焦点 不是自己所期待那件东西 那件事情 或是我们所希望的一个目标 它的焦点 基督徒的盼望 的焦点是上帝的心意 如果我们所寻求的盼望 它的确是从神的应许 跟祂的心意来的 你几乎可以有一个 非常十分的一个把握 就是祂不会落空 这就是罗马书五章五节里面所说的 借着祂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把祂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头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 基督徒的盼望的起头是神的爱 那个起头不是我想要怎么样 那个起头是我领受了神的爱 任何在爱里头所产生出来的信念 那是一个从神来的信念 在上帝的爱里头 以至于我们所盼望的 是祂自己的慈爱 因着祂的爱 祂对我们的爱 我们知道祂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期待 是因着对祂的爱的一个确信 那以至于既然是一个对上帝的爱 而有的一个确信 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空空的等待 因为我们等候的其实就是祂自己 既然是神自己 所有在基督里头 所有在上帝里头的应许 都是是的 那因此我们再一次的回到西面跟亚拿 也就是耶稣诞生的那一个世代 在以色列亡国之后 成为一个没有主权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其实他们普遍的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氛围 就是他们期待有一个弥赛亚 来重新的复兴大卫王朝的荣耀 那在耶稣的时代的里头 在许多的学者给我们的一个资料的当中 我们可以看见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氛围 似乎彌赛亚的脚步近了 可是到底这件事情会不会成就呢 那我们就来看看西面跟亚拿 就成为了上帝给予先知们 在他们的犹太人的普遍的当中 那个应许呢 他们成为了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 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救赎主 就是耶稣 那因此呢 圣经里头这样的来记载西面 他是终身公义敬前 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 所以西面呢 他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敬前的一个人 那圣经里头提到他的一个特质 就是他亲心的祷告 其实他跟亚拿两个人 都是不断地进到圣殿里头 来敬拜神 并且亲心祷告等候神的人 所以等候跟亲心的祷告 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就是那个眼目 不是一直在事情的当中 而是那个眼目一直是放在上帝自己 而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目 不断地放在上帝自己的时候 亲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而当我们见着神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他的爱里头 那个耐心就会有 同时呢圣灵的感动 就会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呢 亚拿的情况也是一样 他日夜在殿里头 侍奉神 也许他们两个老人家呢 这个人们常常看见他们 已经简直就快要不注意他们了 其实他们 可能不是那么在乎 到底别人有没有注意他们 可是重点是 因着他们这样的亲心 他们这样的在殿里头 耐心地等候 亲近神 祷告 以至于他们充满了圣灵的同在 与圣灵的感动 差别在哪里呢 因着这样的一个感动 使得他们没有错失 他们终生在等候的那一刻 圣经里面记载 耶稣诞生八天之后 父母亲把他们带到殿里头 按着殿里头的规矩呢 这个献上婴儿的献礼 这是按照摩西律法所说的 那因为他们是穷人 所以呢就献上了一对 班鸠跟两只小鸽子 没有办法杀牛杀羊 那在这个场合的当中呢 他们遇见了西面 或者说西面就遇见了 这个耶稣的父母 来献上他们怀中的小男婴 那这样的一个场面 其实呢 在圣殿里头天天都发生 所以他们这个 在圣殿里头数十年了 看到无数的父母献上婴儿 为什么独独 他们会对这一个贫穷的夫妻 所抱的男孩有反应呢 你就可以知道 这是多么容易错失的一件事情 因此在这里头 我们就可以发现 西面跟亚拿 因着他们不断地 与神的亲近 他们随从圣灵的感动 使得他们可以 不看事情的表象 他们没有只看见 一对贫穷的夫妻 带着一个很普通的 小男婴进来 请注意 耶稣在那时候 是不会发光的 圣经从来没有记载过 耶稣的童年时期 有任何稀奇的 不正常的 这种全身上 这个图片里面 所呈现的那种 哇 头上会发光 这是不可能的 耶稣是一个非常平常 而正常的孩子的表现 为什么 西面跟亚拿 会不错失掉呢 因为真实的盼望 会让人 不只是看见 事情的表象 他们会 因着圣灵的感动那里头 他们会看见真正的 那样的一个事情 属灵的一个真相 所以那个软弱的小婴孩 贫穷的父母 他们不是看见的是这个 而他们看见的是神的荣耀 在这对夫妇 以及这个婴孩的身上 所以以至于他们 可以说出伟大的预言 而这个预言就再一次的 对玛利亚产生了 一个印证的果效 玛利亚心里再一次的 把西面所说的话 放在心里头 对他的未来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预备 因为这个未来 孩子要承接不容易的事情 那同时呢 在西面的身上呢 也就满足了 他这一生的一个等候 所以呢 圣经记载着 由于圣灵的感动 西面就在这个时候 进到了圣殿 而进到圣殿 看见耶稣的父母 抱着孩子进来的时候呢 西面就接过孩子 抱在他自己怀里头 这么多小孩 为什么要抱这个小孩呢 因为圣灵感动他 再次的我们说 基督徒 如果不是一直在 圣灵的感动里头 我们真的会措施 非常宝贵的时机点 其实耶稣进到圣殿 就这么短短的时间 就是那一天 就是这么短短的时间 如果西面跟亚拿错失 他们这一辈子的等候 就都没有看见 就看不到了 就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 可是西面是蒙福的 他看见了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感谢 以至于他看到了一个 大过自己一直期待的 一个更大的盼望 在西面的赞歌的当中 他这样的一个称颂神说 主啊 你可以安然释放仆人逝去 因为这是你为万民所预备的 所以他知道 他不只是一个犹太人的弥赛亚 这其实是当时候 很多跟随耶稣的人 心里都还不是那么准确的认知 他们以为就是一个 大卫王朝的一个复兴者 可是西面却在 这一切的事情发生之前 那么准确的说 这是为万民预备的 这个孩子是要成为外邦的亮光 要成为拟命以色列的荣耀 所以他固然是以色列的荣耀 他更是为万民 他更是成为外邦的亮光 这个老人多么特别 或者这么说 他这一生的盼望 他不但是亲眼看见 而且是超过他所求所想 他不只是看见了 犹太人的救赎者 他看见了是万民的救赎者 是世世代代的人所 真正所等候的 所以亚拿这时候 他也进来了 那事实上 他根本就是整天都在圣地里 他也在这个时候 准确的进到了 圣灵的时刻的里头 颂赞上帝 并且向所有期待上帝 来救赎耶路撒的人 宣讲这个孩子的事 所以 等于是说亚拿再一次的confirm 他就是肯定了 同时也再次的印证了 西面刚刚所说的话 这两个老人 用了他们的一生 也在这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时刻的里头 他们没有miss掉 他们没有错失掉 他们见证了上帝 要他们见证 也等于是说 他们这一生里头最重要 他们自己要满足自己的 那个等候的一个盼望 同时 他们也成了上帝 使用他们的 一个最好的一个器皿 他们见证了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个孩子 是万民的拯救者 所以他们也就完成了 他们这一生的一个任务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荣幸 他们做成了这样的一个见证 同时 说明了他们的民族 以及他们的先祖的信仰当中 一直所期待的 确认他们所遇见的 正是这一位弥赛亚 当代有多少的人 其实跟耶稣的父母 跟耶稣 其实是相遇的 可是多少人是失之交臂的 整个圣诞的故事里头 充满了这样的一个 其实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基面跟亚纳 何等的幸运 或者说 他们的敬虔 使得他们的盼望 没有落空 所以 整个 我们每一次 每一年所等 所过的圣诞节 其实 再一次的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 圣诞的意义 在提醒我们 爱 使得神 把一个最大的礼物 给了我们 这是 所有的人类 所在等候的一件事情 爱是基督徒 盼望的开端 那神的爱 使得我们 可以 等候下去 可以在忍耐的当中 有不断地 增加的 盼望的力量 因为我们知道 这是必然 要实现的事情 可是 就像西面所说的 他所看见的 是大过他的盼望的 所以我们常常 不知道自己 在真正等什么 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等了 就是上帝自己 他的爱 他对我们的爱 他对我们世世代代 对整个人类的爱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 神其实要给我们 大过我们所在乎的 某一件事情 因为他要把他自己 圣诞的意义 耶稣的这份礼物 其实是上帝他自己 神给我们的 超乎我们所求的 任何的事情 超乎我们 甚至是对我们的民族 对我们国家的期待 因为神给我们的拯救 完全是超乎这一切 而且是实现这一切的 因此我们可以来问 再一次地来 问一下我们自己 到底我们现在 在期待什么 我们在等候什么 对着我们这个 日渐纷乱的世界 我们是不是有盼望 我们是不是知道 我们可以等候 他的再来 并且是一个美好的 应许的 完全的实现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江峰的岛就是我们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踏避江峰的道路 因为是会被主 与西安 耶和华的愿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